你好,Metron Police,我是桑迪的妈妈,我每天都看她的节目,我很喜欢白阿姨 我也很喜欢白阿姨,所以每天晚上我们经常会在一起看她的节目 白阿姨就是电视里的法官,她在上海很有名 因为人们觉得相关的执法部门可能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所以上海人觉得白阿姨是大家的法官 她很直爽,人们都非常地相信她,而且对于她做的结论,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 当然我也会看个人的,如果你面皮比较薄,我可能是,对吧,是和风系的 有些人你不跟她接触地提出来,她这个思想顽固得很 那我们把她指出,对吧,你所认为你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 到法院去告狀就是了,打官司呀,对吧,我们这里不是的,因为人啊,它不是动物,它还是动感情的,这样呢就便于事情的解决,法院不会这么做的。 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一些法律专业,但是讲心理话,现在的法律也比较繁多,现在有的像这种物权法,新颁布的法律很多,学也学不来,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去说服人家。 这些阿姨就是我聘用的,因为老娘就节目播出以后呢,就来信的,来访的比较多,我们也应付不了,你看很忙的。 我们要,我们要辨识条件,他们肯定不会来,对不对,你这样不做的话,你这样晒下去的话,你也受到威胁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免费的,你如果是到法院打官司要诉讼费,请律师要律师费。 所以,也是属于一种慧民的服务的一种项目。 王伟玲啊,王伟玲! 你,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你怎么叫叔叔叫你拉您来,要拉来? 不是,我刚刚过来来,怎么做的,干嘛,他在天里,我发个对小学家就叫你拉人。 你怎么把你发个对小学家? 你怎么在乎呢? 刚才王老师有来的,我叫我帮忙都叫你来,这些。 好嘞,我把这些。 二哥,你怎样? 在这里,有什么用啊? 我本身就要像死。 我自己能力有限 权力有限 精力有限 我不是报罗万象 我不是百万能呀 那你为什么要发那么多的短信 因为我有假抗 我有假抗 多打手机不好 多打手机不好 再一个我有假抗 脾气比较急躁 碰到有些人蛮不讲理的 我会很生气 这灭电池了 我手机不能停的 今天下午那个案子蛮精彩的 人家讲福都不食指 这对福气很寂寞 很坏 司机先生 你看把阿姨的节目吗 对啊 你为什么喜欢呢 听了听 看了以后挺解气的 他讲话爽气 干脆 这是最大的特点 对 听了挺解气的 一时一二时还挺感激的 不像有些人讲话 有些女同志还讲话 你一无忌的 听了不舒服 对 给他一讲得好 实际上来找我的一些都是很难解决的 快点快点快点 赶快 我也不吃饭了 因为礼拜仁呢 许多当人老手一起说的 经常都要老四张了 所以打开了 四张不这么大 最近开了一个百万青和谐热线 收视力唱全电视台最高 前天 前天唱全电视台最高 我认为你这个节目 只属于受群众欢迎 就是公正 所谓公正 没有绝对的呀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如果不公正 那那个电视它这个是舆论导向 那群众就不受欢迎 我经历做个台来 一个 要对于对于无知故意 因为我里有家庭是十四 是不被扶了 我不是什么 我一直有个人 我一直有个人生的病人 那这个人生的金融这么下 我年一生的 年一日生完 我爸那家有没有啥个冲锁人的公司 所以是每天就把他帮我跳跳跳 你去拖边那家的枪往什么 那跟你讲说 你拿着防风高 你拿着一个停留工对吧 你去吃马车来学习来帮你 我不喜欢 这个工作不是好工作 调节的是最烦 那你还干了 那你还干了 有些人他蛮不讲理的呀 他心里有鬼呀 对法律无知的 那他比我一样 你就是一名干 那我敏干 这啥你危险 你先坐下来 这没娘危险 没娘啥危险 尽管大家很受欢迎 大家也比较认可我 但从我内心来说 我就不喜欢做这一类的工作 我喜欢做跳舞啊唱歌啊 组织老人旅游啊 对吧 做一些阳光的东西 这个欧幕干老子 家四个女子是弄死干女子 那我这个人只能一尝吧 有可能的 好 一人我去第一个要紧 有可能的 好 好 人都通关 一人都去 我干什么要紧 这个人我也去 好好 根本几天都要紧 明朝把你明日赶上去 打开他 明朝 你是明日赶上去 打开他呗 感谢收看新郎娘舅 再见 这个 把你赶紧 娘舅 吃饭了 到底在外面吗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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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说 你娘我这么换 我 这男人 我叫娘一来往前 我跟着一天 我跟着一天 干了 我跟着一天是弄名字 这不是干一个名字 你又是怎么玩 他 又一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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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干了 今朝第一次让你干好了 我干不停 我一点还你弄了 那手也 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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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弄手弄 我反正自己踏踏实实 做好每一件事 能够为这个和谐社会 出一点力 今朝开始体会弄他 我弄他表外气 人家 人家 我弄他 原来 对吧 现在是观众不让你不干眼 那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好处 给大家带来一点教育 那自己尽自己的能力吧 所以你要讲我去期待什么 我不会期待 期待每个人都期待 日子好一点 和谐一点 对吧 不见和谐